通膜影響下民眾薪水跟著變薄 足跡總促公布最新數據 實質經常性薪資依舊落入負成長 來到百分之負0.34 就算老闆加薪一樣負成長 一二月經常性薪資平均為45206元 跟上年同期相比增加2.39% 總薪資也多了2.74% 不過如果加上不斷飆漲物價 實質經常性薪資直接變富的 實質總薪資也只有年增0.01% 再從近十年的數據來看 104年到105年間 因為全球景氣不振 台灣出口衰退 前兩個月的工業服務業 實質經常性薪資年增率 直接降到百分之負的0.24 隔年慢慢回穩 但從108年開始 受到疫情還有通膜影響 再度呈現下滑趨勢 今年更差到百分之負的0.34 創下十年來最大減幅 不過專家分析 只要通膨減緩 實質經常性薪資就會回升 專家指出 因為國人薪資漲幅效 通膨影響痛苦指數 但都是短暫的 像是主席總數估算 今年的年終獎金 平均來到1.68個月 創下歷年新高 文居第一的 還是金融業3.39個月 依序是不動產 運輸倉儲以及製造業 人力銀行指出 還是呈現M型化 之前受疫情衝擊比較深的 像餐飲業 或者是一些旅行社支援服務業 人力銀行也分析 通膨壓力疏解 整個時事薪資才有辦法轉為證數 預估下半年會持續回溫 景氣也能越來越好 TVBS 召喊我林立台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